花莲市原住民喇啦爸志工队举办成长训练及观摩研习活动 市工作特别为他们安排到玉里镇春日里之罗部落来参观 透过部落头目的导览解说也学习如何结合部落文化与观光 并且在稻田脚印餐桌上享受风味美食 花莲市原住民喇啦爸志工队举办成长训练及观摩研习活动 在出发前,队友们争相拿着团队合作奖的奖状和奖杯拍照 为自己留下美好的纪念 市长温嘉贤、县员李正文、市民代表肖明龙 还有频道不定都到场向志工队招呼问好 也希望观摩学习可以收获满满 原型科特别安排我们的喇叭志工队 到我们中南区去做相关的观摩 也谢谢过去的喇叭志工不断的帮忙花莲市工作 不论是疫检也好 还是相关的我们有需要志工人力的部分 或服务台的协助活动的协助 他们都出力而且是大力的协助公所 让公所减轻很多的人力负担 也让民众得到非常多的好评 过去也曾经得到原住民委员会 非常重要的原住民的一个服务奖章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 有更多的志工服务都能够加入花莲市 那也能够加入哪爸志工队 让原住民的服务能量 原住民的热情让更多的乡亲感受到 活动第一站是来到了玉里镇春日里的资罗部落 透过部落头目的现场导览 让来自花莲市的族人能够了解到资罗部落的三大特色 同时安排了彩绘米DIY 让志工们亲手拼出自己心中的美丽图像 午餐安排了资罗的大脚印稻田当中 品尝资罗部落在地食材烹调出的丰盛佳 阿拉爸的志工们说以前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稻田脚印 这次有机会可以来到之罗的部落 很感谢市工所的安排 终于可以亲身体验在稻田脚印餐桌 享受部落风味美食的氛围 介入汇幻市报道